对,我创业失败了 失败了嘛,就承认 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聊聊 我今年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 还有就是我的转变 最后说说呢 创业失败以后,我最想要的是什么 今天呢,也不是谈什么创业的 这个坑啊什么的 因为所有坑呢,其实 大家在创业阶段可能都会踩的 也是无法避免的 我呢,也并不后悔 我前三年做的创业的这个事情 只是呢,现在到了一个该转变的时候 我呢,是在2020年 澳洲刚有疫情的时候 萌发出的这个想法 当时呢,是想帮助在澳洲的教育机构 企业,还有一些个人的讲师 帮助他们充分的利用互联网 把线上教育分享 或者说获得客户 这个步骤从线下挪到线上来 同时呢,也帮助他们在家 也可以获得收入 获得新的客户 当时是这么想的 所以做了这个叫 Classnow,中文名的是澳洲云课堂 这么一个平台 实际上呢,我们的增长还是挺快的 我们在2020年这一整年 我们的销售额对比前一年 其实翻了五倍的 所以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 但呢,但到现在呢 也确实没有达到 我之前对他的一个预期吧 之前呢,也是我把我的这个时间啊 他经历,包括我自己的个人的资金 可能都投入到这个平台上 但现在呢,这个效果 确实没有达到我之前想象的 或者说 这个钱用光了吧 也确实难以继续维持下去 所以呢,现在 就决定把它暂停一段时间 今年的上半年呢 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也跟大家谈谈 我现在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啊 其实每次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 但突然呢,就戛人而止 无法进行下去了 比如说 今天上半年也 我也终于找到我的一个 在技术上的一个合伙人 他有丰富的这个在大厂的经验 而且他的经验 跟云课堂要做的事情 和未来要做的事情是非常相符的 而且大大弥补了我在 尤其在技术方面的一些不足 其实各个方面都是非常理想的 我感觉也非常幸运 找到我的这位合伙人 也合作了一段时间 但是呢,我觉得到现在 确实是无法把它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而且今年呢,有几次就是一些技术人员 加入我的团队 帮我做一些技术上的开发 还有就是网站啊 平台啊 方方面面一些补充 特别是呢,我们也开发了 比如说在AI方面的一些应用 还有Web3的一些部署 其实我们都开始做了一些东西出来 还有呢,我们也有marketing的人员 加入我们的团队 帮我们做一些在各个媒体 做一些这个marketing方面的一些宣传 还有短视频的制作等等等等 其实都起到了很好的成效啊 本来所有一切都是往特别好的方向去发展 特别是,也是我以前一直想要的 包括一直有这种线上和线下的一些活动 其实都是很好的 但是就发生很多很突然的人员的变动啊 市场的一些变动啊 还有跟我们合作方的一些变动啊 其实这些都让我有点猝不及防 其实对于创业来说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啊 在我身上以前前七八年的创业的经历中 是时有发生的 非常普遍 但是呢 刚才我说到这些变动 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发生 而且 都是在我这个身体 非常不好的情况下发生的 所以所有事情都是突然放在一起了 所以这个是让我有的时候从身体上 状态上 精神上都有点难以承受 紧接着在今年的六月份呢 我又生一场怪病吧 其实医生也不知道是具体的是什么病 但他问了我一些最近的一些状况 比如说是不是精神压力特别大啊 睡眠不好啊 或者睡到半夜一醒就很难再入睡啊 熬夜比较多 再加上可能真的有点这个抑郁啊 还有就是经济状况不是特别好 这些都都说对了 所以呢 这个医生呢 也建议我去看看这个心理医生 他也说呢 估计就是因为我心理压力太大 然后造成了免疫力的降低 所以才带来身体发生这个状况 然后因为好几年也没有做全面的体检嘛 又让我这个做一些这个血液检查 结果发现我的肝指标是严重的超标 超了超了好几倍 然后又让我去照臂超 结果发现在我的肝上有一个 有一个小小的阴影 所以他还让我这个做好这个思想准备 因为这可能是比较严重的病 然后我又马上去约了这个核磁共振 经过这个漫长等待啊 最后终于出来 说是结果终于出来 说还好 这个是良性的 所以让我松了一口气啊 但这段经历也确实给我一个提醒啊 让我重新去反思我的创业的商业模式 同时呢也让我承认我这次创业确实是失败了 那经过这次折腾呢 也让我明白这个身体的一个重要性啊 我也马上就一改这个以前熬夜的这种不好的习惯 然后每天呢 现在就改变11点前 一定要上床睡觉 调整心情 注意饮食 不乱吃这些不健康的一些东西啊 尤其晚上尽量是不吃甜食 而且我现在最想要的呢 就是快乐 准备把我以前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呢 或者创业的一些烦恼先放一放 先调整好自己的这个心情和身体 多陪陪这个家人 陪陪小孩 那周末带小孩出去 到处去玩一玩 转一转 还有呢 这个说来也真的是挺奇怪的 在我生命这段时间 或者说上半年 我们家里的电器 其实也是接二连三的坏了 什么电视啊 洗碗机啊 还有一些小的一些家用电器 都不好用了 或者就是干脆就坏了 也真是奇怪啊 跟我的这个身体反应 情绪反应 好像发生在同一时间 所以呢 我就借着 这个在家调整这段时间 把一些该换的都换掉 该修的 家里一些坏的一些东西 终于腾出时间了 把它修一修 还有一些长期不用的东西 就赶紧拿到网上去卖啊 确实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每修好一个东西呢 其实都让我感觉心里 轻松了很多 也放下一些东西 那以前呢 在创业阶段 可能因为忙 好多朋友 也是好久没有联系了 那这段时间呢 我就打电话 跟他们约出来 比如喝咖啡啊 一起坐坐 聊聊 还有呢 还有呢 就是我一直喜欢的 这个拍照啊 拍视频啊 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呢 我也赶紧拿起来来做 找一切机会 比如说也去拍拍采访 拍一些小的项目 这些让我喜欢做的事情 这些让我喜欢做的事情 也确实做的过程当中 让我重新快乐起来 上个月呢 我又做了一次体检 然后居然啊 所有指标都正常了 我的肝指标啊 所有这些都正常了 包括医生其实也很惊讶 怎么这么快 这个指标全都好了 那我觉得也是因为前一阵 第一是调整我自己的 这个心情心态 还有就是自己的这个睡眠啊 饮食啊 这方面的一些调整 特别是坚持就是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 创业失败了 我并不后悔 可能下一次吧 我找个机会 跟大家聊聊 我创业失败的一些原因 还有我在这其中 取得一些经验教训 但是在这三年 做云课堂的这三年的时间里 其实我学到很多东西 也认识了很多人 而且这些人呢 可能都是我以前 没有机会认识 各个领域方方面面的 一些朋友 一些合作伙伴 其实我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每一个帮助到我的人 我说了这些呢 也想告诉大家 身体还有快乐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可能只有这两样东西 会陪你走到最后 如果你也在寻求一些 让自己快乐的事情 欢迎你来告诉我 或者说找我 咱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好 那今天就说到这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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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